好 所以你看面前三个姑娘 接下来要和我们的男嘉宾 要通过一个幸福测验的考核 所以接下来这个出题 要交给我们的陈志炎教授了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幸福测验的环节呢 是蒙眼穿拖鞋的游戏 我们有两个角色 一个角色呢 是可以看到场景 但是呢 要说出来 指导另外一方怎么做的 然后另外一个角色呢 是要负责蒙着眼睛来做的 负责这个操作的人呢 先原地要转三圈 然后往前走 把拖鞋给穿上 然后我负责把拖鞋藏起来 感觉有点像那个结婚 然后呢 找鞋的感觉 你不想结婚啊 你这个 就是婚前的那个 美的 美的 我们的道具摆放完毕了 那接下来我们的图图 要做一个选择了 和三位女嘉宾的合作 谁负责指挥 谁负责穿鞋 我看了女嘉宾有一个穿着靴子 然后呢 有两个没穿袜子 要么都我来吧 我来穿 全都是由女嘉宾来指挥 你来完成 是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体贴 去吧 来 小伙子 去吧 看看你更听谁的话 我等一下就顺时针多少度 然后这是顺 这是逆 就往哪边转 就是如果要调整角度的话 这是顺时针 这是逆时针 好 你看 往哪边转都得商量好 对 那必须的 我们动作是有要求的 手要转过来 对 大象 大象鼻子那种 对 对 弯腰 身体弯腰90度 好 开始 转 一圈 速度太慢了 快点 两圈 三圈 丢 好 顺时针一丢丢 好 幼儿鱼 右 右 右 往右 再往前走 不能弯腰 不能弯腰 不能拿手摸 只能拿脚去赶着 可以吗 不能拿脚 不能拿手 错了 反正弹了 对对对对 一个滑步就滑到拖鞋这儿了 我发现他不用让客秦说话呀 他自己一个人完成了 客秦就在后面捂着嘴笑了 恭喜你 图图自己个人太强了 图图太棒了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自己都已经到了 图图自己个人太强了 行 图图 给你庆颖 庆颖 你可以给他指挥了 我这边转的 一圈 两圈 来 转 再少一圈呢 停 继续 动作快一点 往前走 停 不是 那个 你再稳住 你的那个 右腿 右腿往前迈一步 对 就是那只肾间学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左腿往前再走两下 右腿跟上 停 回来 对对对对六 对六 对六 他太棒了 瞧 谢谢 对六 指挥得挺好 就是方言太重 有时候容易听不懂 好的 换下一个眼罩 跟露露了 这眼罩比较松 比较松是吗 那我给你再紧一点 我给别人 这实在姑娘 太实在了 好 我们开始转 好 转 转 一 二 三 好 可以停 向前走 小心 向右走 对 好 再向右走 直走 向右走 直走 向右 对 好 再往前走 走 一二三 再走 四五 再往右走 往后 往右走 现在平移 这是左脚的 这是左脚的 左 左脚对 好 穿上 好 往右走 对 好 一二三 好 现在转身 向右走 对 好 走吧 再走 再走 好 停 现在往你的左边走 对 好 你踩到它了 好 穿一个 好 转一下 对 好 清晰 怪不得人是舞蹈编导呢 指挥得特别清楚 所以请原谅啊 也确实因为你是编导 我们必须得增加点难度 嗯 陈连教授 我能感觉到呢 在第一段合作的时候 图图非常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那其实呢 体现出来 虽然蒙着眼睛 也在照顾我们的女嘉宾 啊 哎呀 收到你心里去了 哎 乐了 乐了 真心的点赞 在那一刻 我觉得两个人都是非常享受这个快乐的 对 我觉得这个环节 你们合作的过程里面 它基本没发生 就像她那个生活小片的一样 我可以不粘着我男朋友 我自己可以安排好别的 然后 如果你够强大 去自己解决很多问题 那我就是一个小鸟 安静地在这里陪着你 然后呢 第二队呢 我觉得是非常欢乐的一个合作 就是在这个 我们女嘉宾在指导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 一扬顿挫的 语气的 这个语气里面既有激励又有安慰 所以 您那个一扬顿挫指的是对六 对六 是这句吗 对对对对六 对对对 对 对 前后都很有 包括转圈的指示 都是一扬顿挫的 所以呢 总体上配合的也是非常好的 我理解您说那个一扬顿挫 实际上是有一半想要看笑话 有一半想要让男朋友完成任务的 那个心态是在生活里有很多乐趣 哪体现呢 就一开始转 转 两圈 来转 小一圈呢 小一圈再转 他其实是希望你能出点小丑 能有点什么半算 所以一屁股坐地上他就可以开心了 但是在干这个事的时候 他还是很认真的 让你怎么走 然后执行完 所以他理想当中跟男朋友相处的模式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两个搞搞怪 小恶作剧 让你闹一下 让她开心一下 但是正经事你得好好干 而且如果我有主意了 你听我的你去努力执行这个任务 我是那个心里面很开心的女人 然后第三对呢 我们能看到虽然中间的这个难度提升不断 但女嘉宾一直保持着很清醒的头脑在指导 而且呢我们男嘉宾居然也没有任何的困惑和抱怨 没有没有没有 第三个女嘉宾他的风格流露就是特别明显 他目标太清楚了 他每一句话都是直接指向完成那个目标 所以这一点来讲呢 对于男朋友的要求就是两个硬性指标 一个是你能力得强 你要是个笨蛋 比如转完了之后 胖荡坐地也起不来了 他肯定特别看不上你 因为人家跳舞跳得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不听话 你有本领你不听话 你自己来 其实他心里肯定也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他给的指令是很到位的 所以在生活里面 假设你们想要花十年分期付款 买一套房子 他可能有一个很清楚的部署 我们每个月攒多少 然后每个月还多少 每个月怎么处理这个东西 他是有计划的 那最好你男朋友又能挣钱 又能听话 按照我的部署 把这任务执行完了 棒 但如果中间你挣不了钱 他可能就觉得有点问题 对吧 如果你乱花钱 是哪能挣 但不听我安排 可能也有点问题 所以你要对女生的心态 有一个了解 江老师太厉害了 就穿了个拖鞋 她看出这么多东西来 你那个姑娘 我说的对不对 所以那个咱们外行看热闹 人家内行看门道 隔行如隔山 对 对 那我觉得让那个家徒 自己来谈谈感受 刚才配合什么感觉 第一组的话 我就转完之后 自己就直接去奔着鞋走了 但是还是女嘉宾跟我说 往右往右我才找到的 第二组的话 那个也是 给我给的口令比较清晰 我就第二组 听着女嘉宾走的 对 她让我往哪走 我也往哪走 然后呢第三组 这个就是 要是没有第三组的女嘉宾的指领 我肯定是找不到的 反正难度一点一点就增加了 好的 那最后我们还得请这个陈子言教授呢 公布在这个游戏环节当中 谁能够获得我们的礼物 我真的觉得很难 我真的 但是考虑到我们第三组 难度确实提升了几倍 对 所以呢我建议把我们的羊奶粉 这个奖项送给我们的三号 好的 好 祝贺刘璐 获得了由全民优生活 提供的羊乳制品 作为本环节的精彩奖品 向幸福出发 全民优生活乳品新选择 好 小节羽 好 忙 和